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在通知中心教授的是德文課跟藝術課 那可是我觉得我也有 虽然我这不是所谓政治或是所谓的经济都不是我的专业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公民 有必要要站在这边 跟大家一起来进行这个活动 那我在德国很多年 我在德国留学了十几年 那大家知道刚刚彦儒也有提到 纳粹 当初希特勒他也是正当的 用正当的程序被选上作为德国的一个统治者 那很重要的是 我觉得今天在讲反服贸的背后 我觉得大家同学还要 就是大家还要再去 再去注意再去关注的是 他只是一个导火线 那在那之后我们的政府如何来回应这一件事情 面对我们我们的信心学子 这么样的这个这么和平这么纯正的一个心声 他们是怎么样来回应 我想这些同学大家都看到了 这我都不用多讲 那我觉得我希望的是 我常在课堂上跟同学讲的是 我希望你们听很多的声音 多去增加你们的视野 然后去自己去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我想这是最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要站出来在这边跟你们分享我的心情 那还很重要的是 在当时 当希特勒他开始在进行他 大家觉得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 很多德国人对我说 或是他们的上一辈跟我说 因为他们那时候很多人选择沉默了 所以才会造成后来的 这样一个大屠杀 他们对犹太人大 其实他们屠杀不止犹太人 那个我们以后 落上德国后不再看 可是就是说 就是因为很多人他默示 他并没有站出来 他选择沉默 然后并没有站出来 把他们的心声表达 才会发生后来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我希望的 就是说 希望大家如果你们看到了什么 你们有什么感受 就把他就站出来了 去把他讲出来 不然是怎样子的一个 不管是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都没有关系 我想站出来把他说出来 不要保持沉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我老师是 野百合学运的那个时期的学生 那时候我在念台大 我那时候的民主意识才刚萌芽 我看到今天 我那时候并没有 我那时候并没有去真正的参与 可是我那时候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洪流中 然后经过了二十几年之后 我那时候我真的我这几年在德国我一直觉得 我们台湾的民主真的落实了 因为我想我看到你们今天大家就是不管在台北的学生 或者很多同学的表现 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已经我们之前很多人用用他们的生命 用他们先写换来的民主成果 真的在我们台湾落实 因为你们都敢 都敢站出来讲 你们会知道说 这个时候不会再有白白色恐怖那样的事情 就像你们觉得 你们出来发表自己心里的声音 你们不会再被威权政府抓去 然后不知道你们的下落 我曾经以为是这样 那我在德国的时候 当我的德国有人常常问起我中国跟台湾的问题 他们常问我中国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我每次都可以很骄傲的跟他们说 因为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有言论自由 我们有任何我们想要 我们随时我们都可以表达我们的心声 可是今天现在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 就是一个民主倒退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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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向 那我非常的不希望 我们也变成了一个我们的国家的政府 或是我们的我们的变成一个极权的一个统治 那这个时候只有同学的力量 只有大家全民的力量 才能去让政府知道我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那我非常高兴 我也非常骄傲 我觉得今天所有在台北的同学 或是站出来讲话的同学 就是替我真的身为一个老师 我替我们学我们台湾有这样的学生 我们有这样的年轻人 我非常感到骄傲 那我希望我们一起 大家一起为台湾加油 谢谢 我也在建点elen 我在总会 粉丝 反对人家蜈与 反对人家蜈与 反对国家暴力 华为乎 华为乎 汉为民主 华为民主 华为民主 汉为民主 推派国家民主 哈雷民進 哈雷民進 好謝謝大家